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盐 还有色拉油 因为我们这个酸菜鱼 它是根据传统的酸菜鱼改变 它的麻辣味要淡一点 它鱼肉做出来比较稀嫩成型 而且浮面 所以我们这道酸菜鱼 现在在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带比较流行 很深受管辣之后的翻译 好 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操作 首先把鱼还是与传统的酸菜鱼一样 让鱼骨鱼肉分担 好 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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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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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克 鸡精 十克 味精 十克 胡椒粉 五克 放一点鲜鸡汁 增强鱼的鲜外 用手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在搅拌的时候尽量顺着一个方向用力来铲动鱼片 让鱼片上面搅出一种滑的颜色的酱出来 好 好 当鱼片产出一种比较粘稠的姜之后 在放入高鲜树 再放入高铣酱ibileard вн鱼 好 这次放入鸡蛋鲜 鸡蛋鲜不用太多 一个鸡蛋鲜的三分之一就足够了 如果太多的话 将出的鱼煮出来 会在面上漂泊的白色的蛋白 它不好看 好 放入豆粉 当我们豆腐搅拌均匀时 这次再放入泡打粉 因为泡打粉如果放得过早的话 泡打粉沾水之后它会失去作用 会失效 起不到打泡的作用 我们在最后放入泡打粉 才能让鱼片真正的浮起来 如果有生肖粉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生肖粉来划 划字 或者用肉脆淋 来将这个鱼片口感会更好 泡打粉呢 这使用上成本上很低 一般用泡打粉的人也很多 好 我们将烤鱼片之后 放至边上 把鱼骨腌制一下 这样会减少腥味 放入 同样先放入三克左右 盐 鸡精五克 味精五克 胡椒粉三克 放一点料酒 料酒五克 这个也可以根据鱼的多少 鱼多的话可以多放一点 好 我们放到边上 好 下面我们来 为大家演示 怎样制作新菜三菜鱼 首先 锅上鱼 放入五百个鱼水 放入五百个鱼水 用大火把水到位 放入五百个鱼水 放入五百个鱼水 水到位置 我们把鱼骨处一下水 这样可以减少腥味 还有鱼手里面还有节水 这样做出来鱼汤比较白 比较好看一些 酱油 现在我们放入热辣油300克 而油大致6成2克 放旋饼 炒出香味,放著焦椒 放著焦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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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椒維生是你的起泡 喜歡吃麻辣一點的,可以都放著 再放著焦椒 焦菜 ancho 放著焦cciones 焦點焦點焦點的焦點 賣焦點焦點ét焦點 焦點焦點的焦點焦點 这个耗在它里面有防护器或者它的质量不是很好 我们炒一下或者煮一下再炒 这样再会更好 好 现在放入鱼竹 放入一千五百个到两千个水或者高汤 这根据你的味道 喜欢汤多的话可以多分一点 一般加入高汤 根据你需要水满过鱼的两倍 鱼骨的两倍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调整 鸡筋二十五克 费筋二十克 胡椒粉十克 正经四 四五克 正经四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再放入小米浆 小米浆水给你吃的辣 你可以把它剁一下或者直接整换进去 小米浆放三十克 再加上小米浆的水 三十克 这样增强它的辣度 大火烧焙之后 改用小火熬制五分钟左右 在熬制时打去上面的红泡 笨蛋 三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捞去鱼骨和泡菜 流汤 放入锅里 好 下面我们放入鱼片 在放这个鱼片的时候 尽量让锅里的汤不要开得太凶 以免鱼片先下的和后下的不均匀 我们下鱼片时尽量用勺子把它打散 以免粘在一起 下去鱼片下锅不忙急着开火 让它温一下大油三十秒钟 这样再开火 因为鱼片如果你下锅马上开火的话 它会煮得很老 如果你温一下它让味道更渗透进去 再开火的话鱼片比较嫩 煮至我们盐鱼片上浮就可以了 鱼片不用煮得太熟 煮得太熟的话放一下醇 好 就会变老 因为我们煮好之后 汤里的温度还会让鱼片继续变老 变熟 煮至七块熟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放入50克色拉油 油脂可以进去你的需要也可以放好一点 有的人喜欢吃比较油一点的东西 有的人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 如果清淡一点我们这次浇油的时候尽量少浇一点 在我们四川喜欢吃油一点就可以浇到50克左右 把油烧到六层热时把火关小 放入泡椒 红的二斤条泡椒 蒜皮和花椒 花椒绿 野生椒 野生椒 放入小葱 小葱放一半在锅里炒一下 让油变成葱香味儿 最后的小葱放入面上 好 将油浇入面上去洗口 好 下面把多油的小葱撒入面上 好了 好了 我们的酸菜鱼 新菜酸菜鱼就做好了 都会uta倒入 Frühjör 最后的沖看到 就这么用的收ogue 一半